出席在以色列的全球市长会议 柯文哲和各国首长交换名片致意 因为场内不开放媒体 幕僚还主动提供两分多钟影片 向宣传市长出访表现 台湾要去见谁 有时候还蛮困难的 可是他帮你安排 你外交部署还怪 他就帮你记下来 你几页时要在纽约 几页时要在DC OK 还准备 没想到柯文哲刚聊完 自己的外交战略就被放鸽子 会议结束后 他本来还要拜会 以色列总理班杰明 纳坦尼雅胡 没想到对方突然有事不来了 突然放鸽子 这大概是这样 我想每个国家都有紧急事件 他们都听说要去见府邸 这一定是他们国家有什么 有什么外交 外交危机 外交危机 飞一趟乙国却见不到总理 柯P看似平常新 毕竟当市长第五年 有过多次出访经验 对于远在马国 韩国瑜诸多行程也生变 柯P以过来人身份 说一点都不意外 越低调越成功 越高调常常就 就变加 一下被卡了 什么取消 美日这种国家 比较不会变卦 因为那够大 比较也不怕中国干擾 其他比较小的国家 常常跟你讲好 出发前就变卦 这个我遇到过太多了 所以你问我说 我是觉得预料中的事 出访心得低调财势上策 接着到以色列压子划水 柯P也替美国执行铺路 三月中到华府 更要以台湾民主自由当演讲主题 毕竟国际交流也是战场 柯P访美不论是否为2020 比见了谁 比排场门面 力求不能 矮人一劫 三个新闻 王道同占星 特别不等